Ctrl A 改成黑體 黑體的話應該是原體吧 原體或黑體應該都可以 Adobe 反黑體我覺得還不錯 可以用Adobe的反黑體 紙張 OK 看起來還不錯 Ctrl A 取消選取 或者點一下可以重出取消費 那字的間距如果要調 就自己在這個地方改一下 其實老實說 這個大部分都是一行一行是一組文字 會比較好調 那如果你真的要偷懶 要拉一個框也不是不行 但是就不會像這個 一行一行的整個來 就是一塊一塊的來的好調 像這個有三行就是三塊 其實比較好調 那沒關係我這邊還是 Ctrl C 把這個東西啊 Ctrl Alt按著不放 頭拉不急 這樣字體就有了 我就可以省功夫 然後把字直接改成八點 是一種作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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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把這一行字 在Ctrl Alt按著拖拉不止 全選 現在要Ctrl C Ctrl V Ctrl A 修改字體 變六點 那在排版的時候要注意喔 比如說像左邊應該要切齊啊 右邊邊遠的話也要切齊 那這邊其實如果沒辦法切齊就算了 就是最起碼你要 讓它盡量有一些地方是可以 抓得到一個規則的 所以像這邊我其實是 左邊邊緣是切齊的 右邊好像是差不多到這裡 你如果真的硬要條的話 其實你可以是把這一行字選起來 修改它的字間距齁 讓它這邊 右邊這個邊緣是貼齊的 OK 其實這樣子差不多了 我們這邊呢可以把檔案 存起來 先另存新檔 或儲存吧 可以把檔案都可以要儲存 等一下喔 檔案儲存 我畫地潮了 VVMAX VVMAX 今天的檔案 好 存完以後啊 其實這裡有一個指定非常重要 就是可以整個封裝 就是你這個名片裡面用到的字體 還有圖片啊 一些外部的連結 它可以通通都包成一個檔案 包成一個資料夾 不是一個檔案 包成一個資料夾 那這邊直接按封裝就可以了 好 好 名片的demo檔案資料夾 封裝 它其實會蠻在乎你的字體的版權問題喔 所以這個你要做這樣的動作自己考慮一下 基本上應該沒有人會管啦 但是還是要提醒你有這樣的事情喔 然後呢其實如果你擔心對方沒有你安裝的字體 你送印刷廠的時候 或輸入中心沒有你的字體 你應該做一件事情就是按右鍵 把字體呢轉成 外框喔 那你這邊可以去找 像這樣的指定是在 像外框在什麼地方啊 文件框框架編型 建立外框 OK 所以應該是Shift Ctrl O就可以了 把它轉成外框 所以我現在選到字體 Ctrl Shift O直接轉外框線 它就不能再改字的內容 所以我還是強烈建議你 留一份稿件是可以編修內容的 然後另外一份稿件是把它轉外框的 所以這樣就全部轉外框 你可以再寧存一個檔案是叫Outline的檔案 所以Demo Outline 好然後再來呢我們是這個檔案呢 因為現在很多印刷廠都收 InDesign的格式之外 它會收這個PDF檔 所以你可以直接給它 比如說像高品質的 或印刷品質的這種 Adobe的PDF檔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檔案列印預設集 不像PDF這邊印刷品質或高品質 高品質好了 好這邊呢我再給它做一個存檔的動作 在做明片的時候 其實InDesign的威力 你目前比較沒有感覺 但如果你做的檔案是像 就是負載重一點的 比如說超大張的海瓜 或者是做書本 那個InDesign的威力馬上就出來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輸出的檔案 大概放什麼樣子 這裡一個PDF檔 PDF檔其實轉外框後 你可以看到那個字怎麼放大 其實都是邊緣都是平滑的 600好像已經是最大的 它就卡住了 我現在把它收到像 100好了 75 75這個比較接近實際名片大小 所以你要設計名片的時候 一定要印刷品一定要抓實際大小 你不要就是 你看的時候是畫面明目的這個滿版的 你根本抓不到那個感覺 懂我意思嗎 感覺完全都沒有 都是錯的 那我們可以看看就是說 如果你要從Photoshop Illustrator 直接丟打過去 那其實也都不是什麼問題 你可以在Ellustrator裡面Copypass的過去 到這個InDesign Adobe軟體Photoshop跟Ellustrator 或者都可以直接Copypass的到InDesign裡面去 所以如果這個型比較複雜 我覺得你可以在Ellustrator的話 再丟過來 OK 看一下吧